心肝脾肺肾 你以为肾只是个器官 但这所谓养生先养肾 在中医里肾就是身体的中央银行 要如何养肾才不会肾虚呢 让中医师来一一为你解答 中医跟西医的观点来讲 那个肾功能的话其实是有差别的 中医的肾跟西医的肾很明显的 西医的肾可能只是一个脏器 可能只是解剖穴上的一个器官 跟水液代谢有关 打个比方排尿排毒素 就是身体的废物的排泄 在中医的话就不止 肾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是一个系统的 我个人认为肾的话 我的形容就是人体的一个中央银行 就是身体的后背能量的来源 所以它就跟荷蒙甚至系统 甚至跟我们的脑是直接关联 所以中医都很敏感的 这个问题就是一讲到肾虚 一讲到肾功能不好 他们一定是会考虑到 先考虑到性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肾和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跟性跟生肢器官 还有就是跟男性的一些问题 打个比方阳尾早泻 这些问题都有关联 我们中医在治疗这方面的问题 一定是要从肾找手 肾不好最明显的一个心理 肾不好最明显的一个心理 就是可能说我们讲早摔 就是提前摔老 打个比方精力不足 再打个比方就是我们头发 或者是拓发啦 这些都是一个 然后牙齿松弛 就是松动啦 或者是说我们的骨骼疏松 甚至我们的形态上的一个变化 打个比方腰酸背痛啦 气概酸啦 这些都是一个肾虚的一个指标 然后肌力减退也是啊 包括肤力减退 都是一个身体退化的一个指标 这个退化最终呢 都是影响到肾 所以肾在这里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一般肾在中医来讲 性功能的减弱 或者是下降的话 其实是跟我们的肾功能是直接关系的 因为刚才我们之前强调嘛 肾跟那个性腺轴 跟整个生肢器官是直接关联的 当然也有可能其他原因会造成 但是最终都会三到四 你看男性他更是从心育上 可能会有指标 就是心育低能体下啊 耐力不够啊 然后体能不足啊 但是他还跟什么关系啊 跟精子精业的活力 他的那个量 他的质 他的品质都有关联 然后在女性的话 他可能就跟什么关系呢 跟所谓的月经周期啦 跟我们的所谓白带啦 所以子宫卵巢功能低下这些问题 还有就是荷膜失调问题 都是跟这个肾有直接关系的 主要原因基本上就是生活饮食取局的问题啦 主要打个比方熬夜 打个比方吃的东西太咸太油腻太肉类太多 这些都是一个原因啦 然后干口水药这些也是啊 因为长期吃药也是会造成加重了肾的负担啊 他的工作量是增加的 他的排毒必须排得更加比平常多少倍 那怎么养肾呢 我觉得要从两个角度 一个就是说从好的 我们要吃一些什么不好的要吃 假如说是从养肾对肾有伤害的食物 打个比方烟酒是肯定有伤害了 然后太咸的食物 太凉的东西 冷饮 还有一些蔬菜 水果大量的吃 打个比方西芹 它可以降血压 但你过量长期的吃 其实对肾脏是一个负担来的 还有就是竹笋 盖栏这些都会对肾脏起到一定的影响 还有熬夜是最伤身 这些都是坏习惯 生活饮食取去跑不掉 然后好的呢 食物可以帮助到肾的呢 坚果类 打个比方核桃 黑芝麻 山药 狗吉子 黑豆 还有霞 这些都对肾有一定的补助作用 它可以提升它的能量 它的功能 然后假如是摊料的话呢 我比较建议的就是手舞黑豆汤 因为现在的人都比较注重头发 有没有脱发 骨骼好不好啊 皮肤好不好啊 所以手舞黑豆汤 它既可以养血补肾 它又可以排毒 为什么呢 黑豆呢 其实它补肾之中 它还带了一点沥水的作用 去世的作用 所以对肾来帮助蛮大的 手掌出汗呢 其实不一定是肾虚的表现 它可以是 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中气虚 中气虚 也有可能是饮食习惯 它喜欢吃一些尖尖炸炸辣辣的东西 它也会啊 所以原因是很多的 但是不是说绝对是肾的功能问题 所以肾虚它可以很多症状 那其他的问题也可以造成肾虚 整体来讲当然是会有影响 但是我就觉得呢 只要你保养好 你照顾好 量力而为 就这样是量力而为 适当的话呢 过性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你是否还有更多的疑问 没关系 12月2号播出的Gofi大讲堂 我们将邀请专家为你现场解答 千万别错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